第七次會議記錄 主席 陳會長一月 秘書長黃尚文 議事組主任張燕博 記錄 盧正道林玲 王立璇 黃旭平 李靜榮 一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議事日程 二 議事組宣讀第六次會議記錄 二 憲政總質詢 以業務質詢 三 主席財事 議員所需之資料 請各局處應以其需求確實提供 並於三天內送至本會是散會 上午10時37分 以上 我們上次會議記錄 各位同情有什麼意見 沒有 我們比較進來 我們今天排定的議事日程 也是觀眾很順暢 教教部很順暢 我們現在請蔡廷三議員開始來 來 大家 主席 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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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幾順 ああ 我是堅持本土守護台灣 特使台灣守護港 民主 台湾 順暢 我們這都是本土的 所以我們一直是快樂的心情 來民睹到本色的這幾順 那一直是歡喜的心情 開朗的心 respect 我們來回答這條問題 我們大家不要想過的嚴肅 因為我們是要水平問題的 我們是要改革問題的 我們不是在這裡要攻擊 各位以及主管 所以大家不用煩惱 在我們上館長自於未來的 我們搭載到餐人的生產室 在餐人的生產室當中 本身是說 要過到餐人的生產室的生活當中 我們就要有健康的身體 有健康的身體 才能過到快樂幸福的生活 我像是說這應該 所有改革的官民 大家都會認同 但是要有一個快樂的身體 當中 我在這裡要請 我們衛生局我們的局長 像來寄生一個小型 衛教的教室 我要請問 我們的衛生局長 就是說在目前為止 在我們家義館 我們所歷貫的 確定的傳染病 每一次比較重點的 我們目前為止的 頭有幾張 議員老早 各位媒體選擇 議長 府議長老早 你關心我們法定傳染病的問題 目前我們全國都通意 不是只有我們家義館特殊 全國通意 目前列管的法定傳染病 有六十六種 比較特殊的像我們常常說 像禍亂 天花 傷寒力疾 還是班整性傷寒 艾滋病 這些都是我們列管的法定傳染病 在這個法定傳染病裡面 還有一些 遺控疫苗裡面 屬於說在中間這幾年來 本身也非常人動 尤其叫我們衛生局 人國衛生所的這些動人 可以說在下廂醫療 在三二一的健全 在各種一邊 叫我們遺控病裡面 遺控當中裡面 可以說做得非常好 我們家義館的官民 對到我們中間上的特性 叫做健康的醫療 和遺控裡面 也有非常人動 我在這裡想說 要請教我們國長 我們目前為止 在我們有一個人 兩邊的地方 在肺椎和病 他這個病是如何發病的呢 跟議員報告 那個以前 從以前我們小孩的印象 叫做什麼富貴病 都是比較柔弱 或是比較嬌貴的人 比較會對 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以前這個病 在這裡要給大家 自己去做報告 因為 主題我們這個氣候 是渴空氣傳染 就是飛沫傳染 比如說 它有氣候的細菌 掃的時候 飛沫噴到你 還是說它噴在山 你再去摸 上頭你去感染到 當然因為這個傳染性 不是說 這樣摸到大家 就傳染到 這不是像 SARS那樣 恐怖的事情 那一般來說 像這種情形 大家傳染到 大概差不多 你如果說 真正摸到 悶到的人 其實會發病的 幾率都低於5%以下 所以其實 它的傳染力是不高 但是氣候 比較嚴重 就是說 以前我們 主題像我們 小孩的時候的印象 是說 比較中低下層 衛生條件不好 以前我們台灣 打工後那時候 環境衛生比較不好 所以那時候比較多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這樣 全世界也是這樣 就是環境比較不好 所以其實 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 我們那個氣候的 就是那個軸 其實在我們環境衛生 一直改善 這幾個 這一世紀以來 慢慢慢慢改善 它是越來越久 越來越久 結果 越來越久到 大家想說 這個便是不是 像以前的馬拉利亞 什麼 哪來哪去哪來 我們小孩的時候 還有馬拉利亞嘛 現在我們民國 他一直在哪裡 但是到民國 我們差不多 八十幾年 就是大概 西元1990年左右 全世界還發覺說 奇怪 那個氣候這個便 突然間暴增 大家想說 而且暴增的地方 不是在 那個公共衛生比較不好 不是在非洲 在什麼東南亞 不是 傳染力最高的是 在紐約 倫敦 東京 柏林 這些大型的城市 大家想說 這個傳染 就是你煩惱 煩惱的這個問題 說 這個傳染的問題是 因為怎麼樣 就要去研究 現在發覺說 因為那時候 大家都注重什麼 精緻食物 那時候 我們營養 那個館量 還沒開始嘛 所以那時候 像大家吃米 沒有人在吃糙米 都很好 整個都射到白米 最最白的白米 這個叫做 上等人在吃的 結果 現在 我們知道 那時候 那個觀念是不對的 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的觀念 你看 好像20幾年前 那時候 大家覺得 喔 東西都要吃 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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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均衡 就是不均衡嘛 所以說 只有大都市的人 因為缺乏抵抗力 沒有運動 只有抵抗力下降 所以肺結核又捲土再來 所以現在其實 我們都會 尤其 但是我們家裡 因為有 都會 也有增加 所以我們兩種 其實都有 再來 那時候 我請教一下 我在這個網路 裡面 他的主神裡面 有一個醫療 裡面 他的介紹 他說 我們家裡 有一個人 空洞性的抵抗病 這種裡面 如果是經過幾個月的關節治療 我們就可以緊急 在空洞性的抵抗 是不是真的 每關節 擁有幾個月 我們就可以完全回復了 就不會再發生了 就不會再發病了 感謝宇哲 Caseous Necrosis 就是那種 肝弱型的空洞性壞死 它這種責型的關節行為 它那一塊被 肺結核 引發發炎的滲出物 給填充 填充之後擴充 導致肺泡壁過薄 所以那個肺泡壁 就會整個崩解 所以形成一個一個的空洞 這個空洞裡面 有些會有血管 所以有人 如果有空洞的時候 會撒毀 我們看到那個 會撒毀 但是 大部分那個空洞 就是包在那裡 那少部分空洞 就是裡面那個 內容物 把它吸收去 所以就一個洞 那在這個空洞性 最早 並不是解剖 看到的 是X光片 你們給你看到 一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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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 我們氣勒看到的 X光片 都是直接直接 白白白白白 它是實質概化 但是 空洞性 就是 你關心 這比較嚴重的 這種是一槍 黑黑在那裡 跟我們X光片 都要很大的反差 所以我們以前在教導學生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叫他注意這種 為什麼 他就關心這個問題 網路上面最重要的是 因為 他那裡 也有可能會有存活的細菌 嗯 那 我不知道那個網路上面有什麼 一個月 因為經濟我們現在 那個國家的正式的 肺結合的治療療程 治療療程 就算是你在台裡面 驗到有活動型的 肺結合菌 我這個是沒問題的 你也是 正確服藥兩個禮拜之後 你只要隔離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過後 你就可以戴著口罩 做一些簡單的咳嗽防護 你就可以正常來上班 正常的工作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 我們的統計 你如果好好治療 像現在很嚴重 現在開始服用費結合以後 兩禮拜以後 兩禮拜以後 它的感染力 就是這個人 會團結給別人的機會 降到百分之五以下 所以在我們的流行病學上面 就視同於一般的傳染病 所以這個就沒關係 所以一般是 如果是這樣給長 我要請教你一下 他說他經過兩禮拜 學業治療 雖然他的傳染靈力 會降低到百五十五以後 但是並沒有代表 他就不會再團結了 他是不是一樣 有紀錄可以再團結 對 對 這樣喔 好 我們局長這樣 你這個問題 告訴我 但是我現在要你提前的題 說 為什麼本社會來接問 這個問題 當然人家說 叔叔比喻 因為在圓仔地區裡面 有一個參政 裡面 有個人的經濟 但是他喝到這個瓶 喝到這個瓶 應該就好 他也好 不是出來外面 洗洗澡 這個人去關節醫療 當中聽說團文 當然他不敢面對嘛 當然這個人 我不要去說什麼 因為這個牽涉到個資 不是吧 但是我現在要跟你講 就是說 這個人 叫我們長官長接受非常頻繁 所以在這裡 我要 拜託我們局長 為什麼 我剛才要問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當中 在我們長官長 12萬紀當中 不可以 因為這個人 在這個瓶 雖然接受到治療 但是治療出來 你還說過 還有百分之五的團燃 可能性 但是這個人出來 還沒有在戴口罩 這個人 在這段期間 叫我們長官長接受非常頻繁 所以在這裡 在我們長官長 12萬紀當中 他的身體 絕對要好 各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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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所以局長我要提醒 提醒 我們長官長的身體 要好好打過 在這個區塊 你一定要打 關照一下 好嗎 好 好 感謝你 我們 我們 會哪地區呢 屬於這幾個黨來的 治療 雖然 有一個性格出來 但是 也沒有完全 來解決 我們會哪地區 的解決問題 在我們為八年八百億的 治療以上 到我們這六年六百六十億的 以上人中在這裡 在本社在這裡 也非常感謝 到我們過去的 臺民文官長 和我們現在的 地方各個的官長 對到我們 恩愛地區 這個治療的關心 在我們這邊 不管是 頭痛 頭痛 我們臺民文官長 或是我們 中官長的 有緣的 都很清新 帶到我們政府 政府政府的 地區團隊 來跟我們恩愛地區 親自 去關心 親自 去解決 在這裡 我代表我們恩愛地區 所有的官民 向我們中官長 教我們 主理處 我們的處長 教我們所有的地區團隊 向您說一聲 辛苦 也感謝您 在這個部門當中 裡面 尤其在 中午羅湖 在這個美肌 台風和 整幾邊的 風台當中 我也要特別感謝 我們中官長 親身的 在我們一邊 來跟恩愛地區 來關心到我們恩愛的財政 教到我們地水 工廠裡面的 唱歌 在這個部門當中 裡面 是不是我要請教我們 我們中官長 在我們當時 我們中 沒有那麼久的 風台當中 我們有去 荷包園 去看他的 台風裡面 這個 唱歌的工廠 尤其在第一時間 在我們 中官長 叫我們 臨處 當中 裡面 做一個經驗 唱歌 在目前為止 在我們合法師 這個白水 因為這是向我們 自己的觀眾 所謂的 在中庸 水利水 並沒有經驗 來給我們指援 到目前為止 我要請教我們 我們中官長 我們目前為止 在我們合法師 的這個 台風裡面 的台風 的唱歌 的改憲 當中 你到目前為止 你的進度 教你的作法 教你的未來 要維合 來改善到 我們合法師 這個白水的 這個方法問題 是不是請我們 中官長 可以做這個水平 議長 還有 各位議員 謝謝 蔡議員關心 我們的 這個 水利工程的事情 我們的 合法師 這個白水 可以說 是我們 沿海地區 很重要 一個 排水 幹線 主要 哈巴斯 還沒了 整個白水 這三條 到最後 隔一遍 我們的破竹 然後出海去 我們現在 所有的 八年八百億 到六年六百十億 我們的綜合治理 的計畫 都是從 海邊一直做上來 我們的 這個白水 系統 基本上是屬於 線管 河川 排水 所以管政府要去處理 我們都補 那個 161線 到19線 這段 我們在八年八百億的時候 就放在那裡面去 做總和治理的一個計畫 這個部分都完成 你說的這段 是 161 161 161 17 17 對對對 那個部分是因為 所以縣政府過去 已經一十多年了 就都從 浩川 這樣十一十家 結果 下面現在 在掏空了 所以我們上次議員 很關心 我們就去現場看 比較適合 所以我們現在 水利署就做 緊急搶修 但是管政府的 領力 要整個腳 再領著 一公里 這麼多錢 總金結業 我們事實上是沒有 能力去做 所以我到水利署去 我就是要求他 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專案 專案幫我們來做 一個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 是在補 行政的 可以專案處理 至於 157 19縣 到那個 我們 複星小 就是康貝寮這段 我們現在正在施工 跟辦理 用地徵收 這都我們補 6年 660億的部分 包括 再起來 我們到管政府 這個 下巴士教 這都 我們都在做 目前正在10公中 所以這個 整體起來 我們整條下巴士 這個白水 大概這樣整理以後 就會很好 我們是比較擔心 是161 到外海這個部分 以憲政務的能力 沒有辦法做 所以我們現在 已經有 跟林全院長報告過了 希望行政院 用專案處理的方式 來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感謝政院長 管政院長 我來報告 中央 如果是不來自圓 沒關係 我地方裡面 我們像 像這樣 我活動一些鄉親 我們要來打破水 讓他知道 這個鹽水很難苦 我們做你的後科 不用怕 不過我們中央 大概已經很清楚 我們地方的訴求 我想 八生的難苦 一個政府一定要了解 才會得到人民的支持 我相信 我們頂元長 在我們小英總統的面前 應該我是紅人 我相信 在這個工具當中 應該 你資料有發生 資料有證書 我認為中央政府 應該會來配合 我們頂元長的事情 對不對 我勉力 一起來努力 跟中央政府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前長 再來 我要請教我們 主理處 我們處長 是不是我們處長 可以解決一個 我們同一鄉 我們岡川的地主 鎮定協會 在現在的進度 建議到什麼改動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處長 來做一個說明 大會主席 張議長還有 那個蔡元豪 還有各位媒體先生 大家好 那個我們現在岡港 經過 真的說實在的 如果岡港這間工程 沒有蔡議員幫忙 真的沒有辦法再重啟 因為以前在四年五千億 確實有經費 也設計了 也工程發包了 只做兩百萬 就結掉了 因為地方 到了兩派一見 然後用地也沒辦法取得 真的很感謝蔡議員 那現在又因為 受到蔡議員幫忙說 我們去 開了好幾次地方說明 地方也整合了 然後我們現在也 跟隨隊署 要到六年六百六十億的經費 現在我們設計好了 把上去武和局出審 武和局出審是在 上禮拜五 剛才上禮拜五 說我新完 也有拜託五九 來幫我們倒三天 讓我們補貴意見 那完全像 從什麼意見 我們還要修正 預訂的年底完成發包 算是我們去年的年底進行 在運行 運行 運行穿的 在這幾個都可以 工程我先發包 就是用地 用地可能要搭配一起執行 這個時間過程中 也是需要需要議員 來幫我們責任 因為在這座政策裡面 民眾的生活 日常生活 一定會受影響 所以還是要麻煩議員來協助 這沒問題 我們協助的好的 謝謝議員 當然在這裡也要 幫我們修正 把我們的團隊裡面 對這間工程可以 看法保的市場 可以提早一下 這裡說 我要請教我們處長 在我們當時的 羽毛頭裡面的 雷明燒庭 在鳳台當中 我們中間 還有我們 行政院的育館 也有清新 去跟我們當時的羽毛頭 來實施 來回覆到這個道路 跟這個白水 這個積水的問題 在博士尼治 在我們當時的 例外的雷明燒庭 包括 柴蝦大道 叫我們所有的 這些路 的道路 的白水 會改善工程 我們到目前為止 在我們這裡 裡面 是不是有什麼改善 價位 來我們的經費 是不是已經有去調味道了 還是我們的經費 要調味道 我們一定在什麼時候 會當成 我們這個工程的改善 價位 是 謝謝議員 關心這裡 這條路 也是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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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目前在做的 這裡 我是把這個 海埔庭 尤其是 大概一二三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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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PEA 尤其是 尤其是 30%左右 這個工程 就是有 民視 所以現在 比較慢掉了,原則上今年年底看的部分,應該是趕在年底可以完工啦 那對明年訊息也有很大的幫助,這個部分只剩一點了 現在就差不多八十、九十左右的進度了,就要完工了 再來第二點,議員報告就是,上來一定會有, 也有,館長跟二位都有去,三個二位都有去 也有跟院長來爭取這個經費,那原則上 明年會有四千八,沒有先四千八的預算,會先下來 先幫我們把它做更完整的,就是說再往西,再過去 再幾乎那麼多條,主要幹線讓它通下來的關台一路 謝謝 大概我預測到,明年如果趕得起來的話,進度可以的話 可能應該會有大概七十八以上的效果啦 現在差的就只剩這個,漁港勝出的問題這樣而已,大概是這樣 我們這個部門裡面齁,在這個部門,我們這個工廳大家都在什麼時候的市場 可以到其他市場好不好 太慢,應該在明年大概七月底,八月底那時候應該可以看到大概七八十的成效了 到明年到後年應該是全部都可以把相關的設施來整件完成 這個部分喔,是不是可以提早一下,因為在明年裡面 是不是可以從中到在我們的明年集結的進程裡面 看能不能趕緊處理,這也沒問題 我只能說,我們現在已經先走明年的四千八的預算 已經在先做,先起做了,就是說我已經在設計了 我先把它設計了 這件事喔,我還要拜託處理喔 盡量我們要提早一下 因為我們流程的比較早 可以盡量提早,盡量提早 這樣對著這個鹽水的效果應該我們利用裡面 應該的效果比較重要 是是,感謝議員大致,是是 再來就是說喔,我要請教那個處理喔 在我們當初,當初以降的這個北地裡面的這個貨地喔 在過去當中裡面,我們有經過有做一策 但是要還有一策還沒做 還沒做當中,因為這策是受益塞海地 在塞海地是受益我們家裡管政府裡面的劣管 所以他的維修,家裡的清修,的種種裡面的維吼 是讓我們管政府直接處理 在頂部落區,我們蔡議立委 跟我們臺灣文理委,跟我們中管長 要求到我們水理署,我們修訂 還有我們修訂,秦新來到我們協議 在當時呢,有做一個個議題說 在塞海地來邊境做一方塞海地的這個工作 就是由我們政府來盡量 在經費的部分裡面會丟臉 是由五個局裡面來丟臉,來在平常 在免疫度,希望可以來施設這個北地的海地 可以來做一個中心的精神 在博士尼治,我們這個塞海地 變境做一方塞海地 我們的進度到博士尼治 在我們水理署,我們管府 這個進度已經盡量到什麼地方了 郭先生報告,現在這個進度 因為當時這個塞海地 就是說有目的事業主管單位 當時大概民國七十年那時候在開發的時候 就是目的事業 就是跟省前有投一條目的事業集 來做開發海埔地開發嘛 啊,目的事業就是說 重要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目的事業就沒有表示說 這是算說有事夾在做 所以不能變做一般的海地就對了 我們現在的進度 包括我把這個海地 泄流的形狀整個測色 包括地質的分割都做好了 也有尷尬啊 那現在就差一行 我們最近我們的水理署還在召開會 就是我們邀請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來確認說 這個不是事業體啊 這樣沒有目的事業了 它是屬於一般的國土 你比如說我現在這個海地 保護的土地是屬於一般國土 差不多變成一般的海地 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原則 這個我們再開一個會 最近我們再開這個會 來這個確認 要確認跟水理署說完 那後面的程序就完備了 這就是我們移交到的 移交到的 現在就是說 剛才剛才提到說 那個建設經費的問題 進行是八年八百萬的錢 但是如果人家沒有列進去 我們後續等他接管了以後 我們再來追他 用銀資理署自己的本預算 來把後面這段做好起來 這檔處長 我們是不是可以 八道市長跟我們館長 再招呼一下 我們這個北地獅子 那這個 我們可以 要求我們中間 用專案來處理 因為這個部分當中 這個不能再拖 這個旁邊再拖 只要如果大樓下去 因為他的地基金 有可能有利益性的危險 在這個 當中的這個 例明 小檔裡面 這個基礎法裡面 中間都兩千人基礎在 所以這個部分 也要請頂元長配合 我們處長 跟我們兩位立委 在中間 我們議員 他專案就要處理 冠軍處理 越早處理 這個人民的變成 會不會安全 會越早受的保護 包括議員 我們會努力 跟兩位立委來爭取 專案不住 那這個還要很努力 但是我們會努力看看 我相信你的能力 好 謝謝處長 謝謝市長 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第十五條 說人民的這個生命財產 要是一個國家的補充 但是 有時候 這個公佈盟 對著這個法令的改善 那是垂毛 垂毛求失 那不然就是 有一點工具 的 麥酒可以一邊 一邊 一邊 但是兩邊 對麥酒都這樣 那是都 拿著 沒有認真 沒有在找這個法令 沒有在補充 對著這補充 對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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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補充 我這補充 接觸到幾年 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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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涉到這個 這補充 那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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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補充 這是提供 決定人員 出了這補充 來 經過幾年後 因為土地分割 這些人 教育人 睡去 算了 所以 財產裏面 就要做一個分割充 那麼 在分割充 中 經過法年的 經濟分割充 經過法年的 打掘 經過法年的 土地分配 而且 這個道路 經過法年的 設定 會為設 他的路 他的路 是怎樣 經過所有人 認定 而且沒有意義 經過法年的 打掘 公告 以後 這補充 但是 在這補充 這補充 在 我們土地 他們的分割人 當中 他們依照 法年的 打掘 道路 幾個路 算 下去 放一個 箱子 這樣 我們 說不問 說這樣 違反到 改革政府 裡面 我們所 這補充的 改革道路 主題條 不可以 起來 放這個箱子 要 他 去行道路 但是 我要請教大家 他說 這條路 是經過法尼 打掘 來 這條路線的 位置 的路 檢 這樣 之後 我們 該議官政府的 道路 主題條例 是不是 可以去 提案到 我們 打掘 門 裡面 這條路線的路道 是不是 請主持人 我們大家的主席 頂議長 各位議員 律師先生 各位媒體 去接朋友 大家好 感謝我們副議員 對我們這個基性道路認定 這個法律 堅改的 關心 我們基性道路 當然是 像剛才議員說 隨便 我們是都以記 這個道路管理條例 的規定來辦理 你現在說 這個基性道路 如果經過事發的 法國跟認定 到底是要依對一種的 為意義 到底是要依我們的 道路管理制條例 還是要依 事法的辦公室 為意義 我們當然是會尊重 這個事法的辦公室 但是這個事法辦公室 會包含 這個 行政法院 一般法院的 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 和一般法院的民宿 或行政法院 但是 我們認定的 跟這個事法辦公室 有衝突的 我們最后 會依這個 行政法院的 法國為意義 來辦理 因為 在這個五十九年 有一個 判自立一四百一十號的 法例 就是說 我們行政精爽的 事件 沒有受這個 行政法院的 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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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宿 沒有副促 行政訴訟的 效率 所以 我也知道 這間 目前 我們的 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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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 可能會去 行政法院 法院 法院 我們 剛才 民宿 辦公宿 辦公宿 做成的 基成道路 和 我們 合併 基成道路的 經過 和所有的 資料 來送 行政法院 來做一個審酌判定 最後 以及 行政法院 辦公宿 結果 來做 委員 會秘密 管會 原本 是 大家 做參加 我們 界冠 的 道路 コット 外 的 事 道路 不需要走 實話 於 界冠 政法院 在裡面就可以進行、處分了,是不是就變成這樣 各位報告,這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做的 我們的基性道路認定是行政的一個作為,行政的裁斷 你說的,那是民主中,讓自己受款的,去辦公室 當然,這條路就是因為有經過的人,有部分的人 他去認真要來認這個基性道路 所以工作再來修理後,認了是不是有需要 在審卓辦理做現刊 現刊跟他去辦公室是否有符合大法官四字四百號的規定 再來以我們家的官道路,管理主條例的10條規定 來辦理是不是有公益性、跨度、使用性的民家 就表示這個基性道路 這樣這個庭署來辦理跟他講到,讓這個周邊的人知道 再來完成這個基性道路 但是這條道路,那個處長 這條道路是我們的公益 也沒有去做基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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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道路,如果要說這條也不能算道路 這條是應該說,這些人在這裡處處是他們的 是特定的因素在處處是他們的 如果這樣下去是不是 今天我們的法庭會解釋更多 沒有,我們基性道路的認定是 是一致,一致這個 就我說四字四百號的 三的要件、四的要件去認定 不一定說,我們有去做不做 才可以認定 所以當然這條已經 走術院的程序 我們駁回了,他繼續可以走 這個行政法院的訴訟 然後如果駁回頂 其實都反映說 這個是... 他有什麼空的那個範圍來的 不是我們去基性道路 我們就把我們原來的 那個做法律 來緩計 幫他回合他的範圍 這個部門的訴訟 我想可以麻煩你 可以做一個社民資料 可以做一個社民資料 可以提供本社 我們可以用這個部門裡面 可以提供這個人 可以讓他做一個在未來的 行政法院的行政所創當中 可以有一個意義 可以讓他有一個公局點裡面 占對他的管理主廠裡面 利盒去打這項官司 是不可以提供一個資料 我們的經理 我們也會主要三個議員 好啊 再來第二點 我要請教主廠 在英國七山在 你的廣州部的當中 我給你接問 在英國七山 在六指輪政法院的地方 這個地方 在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的工廠的中肥費用 叫我們的一定 發佈的日期的這個 流程 是不是可以代替 可以做一個解釋 讓這個方針知道說 英國七山在當中 政法院的中肥費用 在目前為止 我們政府已經結業到什麼 我們的經費的中肥 中肥到什麼 我們的一定 工廠的 發佈的進度 代替 在什麼時候 可以來執行 發佈 在代替 在什麼時候 可以來執行 工廠的實作完成 是 我們感謝議員 對這個 英國七山 我們當中 六指輪 當中 排水的 行政的 關心 這個案 我們經過水利處 已經提報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第二級的 治理工程 也在當中 幾乎是千百萬 但是我們去設計的時候 有去做這個地質專探調查 發佈說那裡的水位很高 所以在開位的時候 要整加黨土支撐 這個黨土支撐 是原來的 協定的新領域 所以這個黨土支撐 因為它的等候很長 所以這個黨土支撐 費用 要總共還要幾千五萬 所以總共要三千兩百幾萬 我們也把這個 我們的界尾送給水利處 水利處也專給這個水利處 目中在協定中 不過我們的設計 也是持續的進行中 我們一定在十一過二十 會完成設計 之後我們的火水利處 看人經費多少會不會 如果沒有 我們一定會在年底進行 來完成法寶 每年大當的時間 來時間完成 以上報告 市長看過 我拜託市長 我們優雯喔 我們的進度 每個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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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優雯喔 這些人旁邊流風 或是聽到風太平步 大家都這樣 如果說到討論 就算不算 大家都怕死 所以這件事也要拜託 我們處長 騎到水利處 再加工 再留下一個 拜託都會處長 感謝他 關心 好 感謝 謝謝 我們上面有多久的風太 風太裡面發生到農業財神 但是財神裡面 也參加到很多財神認定的民善 在這個民善 當然 在這個民善當中 從我們兩個部門裡面 可能 我們的財神認定 可能 有所不同 在這裡 我要請教我們 農業財神 我們處長 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 我們這個財神裡面 農業財神認定 我們台北主席 張議長 還有議員 一向 我們真的是農業議員 一直替我們農民很關心 這些 其實議員 本身很來行 農民一申報 其實是公所修例做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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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所會嫁上 所謂的審核通資料 對農民的審核 像我剛剛議員說 有疑義 我們可以再申請負鹽 負鹽什麼人來認定 負鹽的部分 會有改良庁農業署 還有我們管政府 還有一個是 公所 當然要再出來 對啦 這樣我請到處長 是 你在那裡的認定 人家裡面 來 來在負鹽 儲鹽是 公所嘛 在公所這些人 台北人 是不是都傳你幹事 去 去復活 是 這些人可以讓農業背景 沒有 也有專業的 台公所 一般都有農業庫長 我要請教你 是 你這樣思考到福祉了 我也思考到福祉了 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去特地說 農業災害的認定 還是農業災害的審核學 我請教你 你有特地嗎 你找到福祉了 跟議員回報 有一本切 專門就是 對農業天然災害 這碗為農業樹 出來 他碗做一套標準 每行政府都有做一個評比 但是每行政府的標準 我要請教你 在加義關 所需的災情 可以叫台南關 會有工嗎 在台南市有工嗎 在台南市叫公司 還有工嗎 是不是有工 所以議員來行 因為就是各區不一樣 所以第一 有地區改良場 所以 尖對各地區 更簡單 我們因為像地方就好 大家灌區不一樣 路紅的時間不一樣 運稅有受災 沒有運稅 情侯都沒有輸 這就是 那個判斷 對 市長 市長 我給你一個建議 我們政府未來 有需要 經濟這個建議 像我這個建議 我們大家做一個參加 下去處理 就是說 幾個 在當中 裡面 如果是有政策的地區裡面 我們就選定一區 做最兆田 最兆田 最兆田 在 補助市 如果策子 他跟我們選一區 做最兆田 在郭米 一樣選一區 做最兆田 在未來有齊的發生當中裡面 在我們過去的農業生產調查裡面 我們都有預關的相關資料嘛 如果我們還要對照 在對照產當中裡面 他的修行 叫他所修身的政營 他的筆土起來 他的五三有多少 用我們在認定當中裡面 是不是 不用為責責的認定 一日到晚 來叫這個農民在那裡 所謂什麼 給基山的認定人員 叫這些農民收財 人們收到財 去目指 心情就在賣 還在那裡一聲兩聲三聲 那財財就財財 都我們 學術單位 叫公布問裡面 說了就算 當然農民 不舒服啊 像這部多久 來 我們的應財 會修行 我們說來 補助地区 有問題 但是補助地区 沒有問題 到目前為止 就還沒修行的 我們現在不用去認定說 啊這在海 不在海 啊這無處就算了 因為他比較萬情 他的萬費裡面 應財 他的經濟制度 也是他環境 我們主題一樣嘛 我們的延遲性開發嘛 延遲性節稅嘛 是不是 整幾萬費 經濟量就減 對啊 啊所以 當然可以說 補助 有問題 啊補助沒有問題 就表示補助沒有問題 啊所以像我剛才你說的 我們如果有一個 對焦團 做一個經濟 是不是這個問題 就不會在那裡有幾分啊 後來這些 秀才的農民裡面 可以經濟到這個 對焦團裡面 認定說 對焦團就知道了 怎麼我沒有知道 可以我們認定 是不是我們來體驗比較不純 跟議員回報 議員這提議實在是非常好 那有一點 就知道什麼叫做對焦團 這個實驗設計基本的 其實這 因為 針對不同的品項 我感覺 第一 要請試驗單位 尤其像教授 農氣所 尤其尤其 尤其像 議員 這次的 空心菜的採證 一定要拿出關心 像這種資料的累積 絕對 要先做 對焦團的部分 我 我先對你這部分提議 我直接向 農委會 來 提出這個 建議 因為 你對焦團的設定裡面 是 要不要去開到公佈 問一千五年 是 我們可以要求到鄉頂公所 還是 各鄉頂農會 裡面 可以選到的農民 透過的我們公所都會 還是農會 提供座 然後就農家紀錠當中裡面 做這個 設定 對焦團的設定裡面 這要不要去開到我們的錢 這合了而不為 我們農政丹尉 有時候我感覺說 不知道是 有時候報恩 一十個上下線 電 是不是 這可以做的 不去做 他們去民原 大家 怎麼像這樣 有些人去討論 跟議員回報 上禮拜五 農委會主委 剛才有下來 我們剛才經過 空心菜 我跟議員 這部分的關心 跟他做一個建議 包含 以後未來 我們可能跟他 會第一個用 氣用 空拍 來把受災的百分比 做一個 比較 所以會有一些 新的科技工具 來練進 這個新的法 會跟議員 既然提出 對噪田 我覺得這提議也非常好 我讓他來向 汽炎丹尉 拿出這個看法 有啦 這個部分 我這幾天在電視 喔 你在中國辦 那三個電視台 我們來報 再來 我要請教你 我們公佈門 到底是有在配合 中央政策 去提供 利能發展嗎 我要請教 是不是 要請主持 有很多政策 在中央政府 這項當中 裡面 在我們電視台 裡面 我們是要去配合 市場 還是要 我們要 諷人 這些 農民 他們要去設 或是不去設 我們不去做提供 只要負責 這都要有一個 民間的 政策 的損失 在這裡 我還要提醒 就是說 在這裏 多久 我們的利能發展 在原來地區 有很多政策 在那裡 他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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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配合到台電工資 現在要提供到太陽能發電 我們現在 一分之 如果一個電 擠下去 可以有三四萬的擠金 當中 進去設 如果我們設在當中 裡面 每一年裡面 或每一個月 都要有固定 一個 一個 這個 收入 有興趣 大家來 我當中心 來做一個 參觀一下 我是怎麼 要跟你說 這部位 要去提供 你知道嗎 今天 這些去提供的人 去選擇 要做利能發電 的這些業者 來結合到地方 如果是要說 我像砍膠了 這些人 說我們 嘉義政府 配合到台電工資 要來提供到利能發電 如果 慶祝的 大家 再來 聽一下 這部位 我要請教我們主張 在牧前為止 在農地 裡面的利能發電 我們 跟議員政府 跟牧前為止 我們的態度 我們是要配合到 中政府 去提供利能發電 或是我們 以放心的態度 來這裡的農友 他如果是要來做 我們以負責的立場 其他負責 是要這麼修訂 感謝一下 感謝議員 真的議員 關心地方 因為我們在 之前看了一些案例 包括界別 我們界別管齊 就發生過 這麼多 撒綠能 會 像議員剛才說的 那裏 一些法定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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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我們看到很多 不肖業者 如何發生 這個情形 他欺騙農民 簽一些合約 其實我們一看的合約 就知道對農民不理 對啊 綠能是好事 不過我們又看到 執行上會碰到一些亂象 要怎麼給他 導政 做政客的事情 我們現在 有幾個三個 在不利工作地區 再來撒綠能 我剛才議員說的 可能在地區 我看到 我有說過 我又去挾 你又去挾 對 這很出名 因為我們很尷尬 說 我們看他的法 我們看他的條約 因為在雲林國 發生幾多次 騙農民 其實他都吃 但是農民一般 對這個法律上 比較不知道 所以直接吃開到 所以議員 這個提議 他很好 為什麼 讓台北這樣 要參與的民眾 其實綠能就是一個好事 不過 要怎麼做 這是政客的 對啊 你一個好的政策 結果因為 我們沒有概念 這幾個概念 結果受到農耗 受到影響 你剛才去想到一點 在這裡 配特設施當中 裡面 它是設太陽裡面 剛才你說的 在農地裡面 是種樹都會生產 所使用的 但是做綠能發電 這不是都會生產的 在未來 他都會補問題 他的看法問題 是不是可以說得到 所以在這裡 是不是我們農學府 要趕緊製定的 一套 福德辦法 來福德農友 他如果要設綠能 可以去有政壇 而且他的管理 還不能去受到順利 這樣來保護農民的管理 這是我們農學府 現在應該做的工作 感謝議員 這部分 第一個中央的綠能 我們地方 我們現在政府 未來往來設 推動辦公室 未來 就是導向這個 正常的營運 來做 然後其實 不通未來 進入中央 又開始提供 進入廣金 若生長 不能再未來 進入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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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議員 這部分 感謝 我一個問題 我一個問題 這條很重要 一定要說 這條 如果不說 真的 這個臨死工廳 真的 打開去 往往往往 在這裡 我要請教我們 地政處長 那個 處長 我要請教你 現在 您是工廠 登記證 中央 炒 沸沸沸沸沸 要再演技 要就地合法 親自 也有人 風聲 說 違章工廠 如果是館長做 太陽能 就可以就地合法 這樣 講啊 天啊 軟水 比蘇贏文 台前 那個總項 更厲害 金光 三千條 這樣 風雲變色 我要請教主長 在 在 特農啦 在特定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的農地 聽得好嗎 特定農業區的農地 如果是有 認識工廠 還是有 其他 的建築物 在 目前為止 我們 中央 真的發明 有一個 是不是可以 就地合法 大會主席 蔡議員 各位議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感謝 蔡議員 對這個 臨時工廠 尤其在特定農業區 裡面 去臨時工廠 這個就地合法性的問題 會順問 但是我 在這裡 很明確的說明 蔡議員 應該有研究過 就是說 在特定農業區 裡面 即使你拿到臨時工廠 爭 土地也沒有辦法變更 這是目前中央的法令的限制 他要 他們兩個條件 就是說 第一 你要在 你要拿到臨時工廠 登記政 第二 你的土地 一定要在一半農業區 才我就變更 所以中央是開放到一半農業區 至於特定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裡面 是完全沒有開放的 所以是完全沒有去處理 這個 土地的法法的變更 尤其 你 剛才說違章的 還更不可能 這跟議員報告 對 這個報告 為什麼我要拿出來說 你知道嗎 是 因為這段期間 有一些既得利益 如果要說 說的是黑龍聖德 這樣不好 我們的公佈門裡面 應該我們要做一個 做一個宣示 就是說來 我在特定農業區裡面 的工廠 的土地 你們就是無法 來進行土地 的地方變更 優圓就是這些習慣座 但是在一般農業區裡面 的臨時工廠登記 還是一般裡面的工廠裡面 在一般農業區 在中央政府 它雖然可以改變 可以變更 但是優圓 有它相當的閃責 的利用在那裡 是不是這個工作 我們在政治 有需要做一個選擇 有這些人知道 啊 感謝議員 這個部分 我們叫經濟發展處 會再來 因為臨時工廠的主管 機關是經濟發展處 這個部分 我會叫我們經濟發展處 來加強 來這個選 但是第一關是你 我知道 是 這個部分 是 謝謝議員 謝謝 既然 以消防止 我的作詢內容 有打 請問就當我們 一個時間 請跟大家說一下 謝謝 感謝 來 我們現在是湘庭 謝謝大會主席 縣長 各位一級主管 以及我們的一位同仁媒體記者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縣長 我的質詢 絕對不會無理取鬧 絕對不會斷章取鬱 我絕對是理性問證 我先給你分證一下 我上次看到一份報告 是我們重規處提供給我們 提供給我們議員的一份資料 縣長你的施政評價 高過於我們的縣政府的團隊 你的評價是72.7 我們縣政府的團隊 是68.2 然後另外這段期間 我們的文化說 我們的預算的部分 每天都強打 但是呢 我們來看我們鄉親 對我們管政府 還有我們管長 會一個調查的結果 其實我們最滿意的項目 第一個就是觀光 第二個就是社會福利 那第三個就是農業 所以在這裡我要跟官長說 官長 對的政策 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 嘉義它是一塊譜譽 上代雕琢 我們不要因為這樣子 然後亂的分寸 不要讓嘉義官的官民 覺得說我們嘉義官 怎麼會只見瑕疵 不見玉 好 官長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謝謝議員 關心嘉義的整體建設裡面 很理性的來探討 嘉義是要從哪裡去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 過期這四五十年來 我們嘉義的發展 一直就被中央定位在農業縣 在乙農養工的時代 我們就是 這樣 點點的做都入館 貧老窮 所以我們的嘉義官 事實上在過去五十年來 中央沒有什麼重大建設在這裡 然後我們人口嚴重流失 所以我們今天在施政 我們除了要照顧我們弱勢 跟各項的業務以外 我們也在思考的 怎麼樣尋找一個永續的 永續的一個產業方向 然後我們想說 他可以任務還會生的 真的走出來 回頭來照顧 我們很多應該要做弱勢的照顧 包括教育 這個都是我們整個在思考的 一個永續經營的 一個態度跟理念 所以文化觀光 是在21世紀裡面 台灣的工業列車 事實上 我們已經來不及搭工業列車 事實上 過去的兩兆雙星 它也剛好有很多問題 現在過去的科技產業 現在有很多變成 形式上是科技 但是它也變成一個傳產的加工 所以都很辛苦 我們科技官在農業的基礎上 怎麼去找出我們的方向 其實文化觀光是一個 很好的方向 學長 在日本北海道你知道嗎 北海道他們的地理環境 跟我們科技官非常的相似 但是北海道的部分 我相信 館長你非常清楚 它是特別中央這邊 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單位 然後呢 給它很多很多的預算 讓它知道 畢哲公它本來是一個農業 一個地方 畢哲公它最好 是透過文化觀光 把人口也吸引來了 把錢草也吸引來了 我想這是一個成功的一個案例 現在我們科技官 我們科技官 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 議員我很有研究 北海道是冰天雪地 半年沒辦法做農業的耕種 半年都是冰天雪地 所以本政府 在19世紀末已經靠了六萬幾 二十世紀末 它經過它一連串的一個政策 讓它變成五百七十萬的人口 它的人均所得 已經達到日本整個全國的九成 主要它就是用了 設立一個北海道開發局 北海道開發局 就阻使中央政府 以外用憲法預算 來保障這個地方的開發 是不是政府還有配套移民政策 就對了 像廣島很多很多 比較偏遠地區的人口 它大量移民到北海道去 所以北海道其實兩種三種 一個就是官工 一個就是農業 它的觀光是可以把冰天雪地的 這種惡劣的條件 變成現在正面的一個能量 然後 市長我才跟你講啊 我們文化觀光這個方向是對的 堅持下去 然後你另外 就是常常提到說嘉義縣 我們的人口是負成長的 我想這個你非常清澈 昨天 昨天自由時報頭條 他這邊寫說 台灣人不生 老年人口明年比幼年還多 我不知道你有看到嗎 再來呢 他特別提到 哪個縣市老得最快 嘉義縣第一 嘉義縣第一 我為了這個啊 我真的有特別做一個功課 請幫我簡報播放一下 我們嘉義縣 人口負成長 其實不是只有嘉義縣而已 整個台灣都是 所以 這邊 這個是我們 國發會這邊提供的一個資料 在20 大概是2019年的時候呢 我們的出生數 大概就等於死亡數 所以在那裡人口是負成長 來下一頁 然後 這個是我整理的那個 整個台灣 各個縣市 包括六都的一個人口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 大概黃色的區塊 這個是六都的部分 六都的部分 它人口是成長的 但是這就像 因為資源的分配不均 然後我們特別來留意一下 我們嘉義縣的部分 大概平均每一年 大概都少個四五千人 然後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彰化縣 彰化縣 它的人口後來呢 就是 負成長的部分 比較不會那麼高 它的條幅比較不會那麼高 來下一頁 然後 我現在要跟妳討論一下 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的一個議題 因為這個也是涉及到說 我們的立委席次如果變少的話 如果變少的話 我們要投金錢 就變少了 所以呢 人口負成長的影響面向 立委席次增減的部分 我這邊 有跟民政處要過資料 然後大概透過它的計算方式 它的分配比例 大概是我們是用最大剩餘數 大概1的人口倍數去算算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剩餘人口 來 剩餘人口的保分 大概還有7席 然後呢 我們剛剛有說 我們是用最大剩餘數去做一個分配 來 我們 我們嘉義縣分配到的 最後一席是 因為那還有18萬1341個人 然後南投縣它是有14萬7千836人 這部分我是希望說 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計算 然後提醒縣長一下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新北市喔 它是29萬6千8百64人喔 然後所以呢 它的人口基數 我們去換算的話 它大概是32萬9千4百人 就可以取得一席的立委席次 所以呢很危險喔 如果說新北市 我們剛剛看它的人口成長 它是持續在增加的喔 我們再查一下 3萬2536人 我們再加一下3萬2536人 好 他們就多一席了 那多這一席的部分 就變成說 誰會少一席 南投 來我們再來看喔 好 來彰化市的部分 彰化市的部分 彰化市的部分 他現在喔 是29萬3千9百43人 有看到喔 所以我這樣 再把它扣掉之後呢 它大概呢 一樣喔 那他們又多了 3萬5457人 他們又多了一席了 再來呢 誰遭殃了 就是嘉義官 這要留意一下 我再算過喔 如果說我們嘉義縣 跟嘉義市合併的話 欸 我們以為說 我們現在說 合併應該是有三席 結果沒有 我們混算之後呢 大概還是兩席 所以我是想說 透過人口負成長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喔 把我們的館長 提醒一下喔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讓我們的人口再增加 好 下一頁 然後再來是議員的部分喔 這個也是順便提醒 現在因為我發現說 還差不多這樣喔 人數的部分喔 柯林一樣有整個酸庫喔 其次也會有增減的問題啦 這份資料也是一樣 民政書提供給我的喔 一樣用最大剩餘數的分配方式喔 我們來看 我們後來呢 按照它的比例的話 最後最大剩餘數分配到的部分 有兩席的部分喔 是在第2選 第3選區和第4選區 但是我看到 看到我用那個就是 黃色的部分 去做區分的部分喔 我們最大那個 最大剩餘的那個比例方式喔 去算的話喔 欸 我們發現說 欸 我們第2選區 民雄新港的這部份 它是7.33喔 然後 特助6腳當少 第4選區的部份喔 它是6.47 所以民雄跟新港喔 這個第2選區 如果它人口再持續在 成長的話 危機的部分就是 我們第4選區 我算過它的人口差距喔 大概是2千人而已 大概2千人 他只要再多個2千人 可能其次就會做調整做變動喔 啊 以上是我做的一個資料 好 謝謝喔 因為我們的選報法 大概規定喔 我們的立法委員的選區啦 或是名額喔 大概10年才做一次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到 10年 對 那10年調整一次 然後它也必須規定 因為這個變化很大 所以它必須在選舉前的2年 到2年2個月之前要公告 大家才會負擔去組織 所以這個時間差不多我幫你做再提 這個是立委的部分喔 那議員的部分是說 每一次要選舉前的1年 我們就要去調查人口的增減 然後去設定新的一個 那個原額喔 跟選區有沒有變化喔 那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剛好是議員選舉前的部分喔 我們已經發函到公所去啦 應該這個時候都已經發函喔 這個議會應該也會收到喔 所以這個每個地方喔 人口的增減大概真的會影響到 他的議員的歧視 這個人現在暫時不會影響 但是後續 我們再看後續的5年10年 當然 也許是今天不會 但是藍寶強來不會喔 對對對 包括立法委員的部分喔 是這個像剛才的人口的變化裡面 很清楚的 特衡 新興的都市 然後在新北北市旁邊 他的福利好 然後他為了要升院校市 他有一些獎勵制度 所以人口的移動數都很多 人口移動數多 也不代表他真正人口有那麼多 但是就是說為了要達到某一個目標 那那個時候就會遷徙了很多人口 台中 台中也是一個人口成長很快的地方 主要就是說台中是變成中部幾個縣市的一個消費城市 然後前一陣子 他整個土地中圍非常非常的熱絡 所以他也造成很多投資人口在那裡 所以這些比較異常的一個因素 會讓他人口成長速度比其他的地方多 至於其他的縣市 幾乎像農業縣都是負成長的 而且是那個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我才要跟你講說這是非戰之罪 但是咧 我們也是要想辦法跟人留在家裡 好 我的簡報再播下一頁 所以我在這邊再補充一下 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家裡觀 除了我們這個 現在老人弱勢幼兒 我們都要關心以外 我們文化 光光 民政 消防 農業都要去推動以外 我們還要找出未來的一個產業趨勢 所以我才說我支持你啊 為家裡找出出路啊 所以這個找出出路 事實上也不是只管建戶 這個事實上也需要議會 需要我們全體人民有共識 也不要說為了反對來反對 大家有共識 我們可以找出明天的三頁 我們才可以找到延續性的 而且是永久性的 而不是一次性消費性的行業 所以我在這邊也很感謝議員的關心 跟支持 下一頁 我的簡報下一頁 有嗎 好 剛剛有講到嘛 我們社會福利我們也要重視 還有說農業不只有說要繼續再推廣 文化 光光也一樣重要 還有就是 現在我們的生育金貼 從3000提升到6000 其實幫助是有限的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資料 我們提升到6000 其實我們的生育率也是沒有提高太多 甚至很像也是 就還好維持就是一個 就是原本的一個出生人數 好 下一頁 我的建議 其實我們要怎麼比 都沒有六到六多比 然後各個地方政府 它的那個生育金貼 大家的那個 金貼的部分都不一樣 有的三萬幾塊 有的兩萬幾 我們這邊三千提升到六千 其實都沒辦法 所以我是建議說 我們中央呢 它已經非常重視我們的老年人口的部分 我們人口老化的問題 所以我們長照的部分 中央那邊 有手在處理 但是我覺得說 我們人口負成長 出生這麼多 其實這已經涉及到國安了 是不是在提升到那個 就是到中央這邊 剩餘金貼的部分 我們應該是說 由中央去做補助 而且是其一式的 每一罐錢都應該一樣 我們地方政府的部分 就是後續 我們的脫育的部分 金貼的部分 看看我們要怎麼想辦法 然後讓人說 萬一跟小孩 留在家裡 我剛才都說過 我們家裡的老人人口很多 但是呢 雖然這是我們的劣勢 但是我們可以想辦法 把劣勢轉為優勢 因為 我想 孩子的孩子 就是爸爸媽媽的孩子的孩子的孫 我們經常最近都看到有 那個保姆啊 虐嬰事件 但是呢 如果說我們設法說 我們提高 我們外祖父母 祖父母跟外祖父母的 那個托育金貼的話 讓小孩 願意把小孩 就是他自己的小孩 可以讓自己的爸爸媽媽照顧 館長你也做阿嬤啊 對不對 我們還是提官 我們的金貼啊 是不是 比如說他多少也可以貼補家用 然後也讓他們願意設計在家裡 因為我們家裡的福利好 我相信 這樣對我們也是一個正面的幫助 而且是可以讓這些老人 是老有所用 我看婚姻官齁 他是大概說他有去 上那個保姆的時數齁 然後他就大概有兩千的幫助 如果呢 他要取得證照的話齁 就再加一千 然後婚姻官的部分 這是中央一定有幫助的 但是呢 雲林縣他這邊就加碼 你如果說你是阿公阿嬤呢 他就加倍 我覺得這個政策非常的好 我希望說 那實際上有希望也是沒有 我們的社會福利要做得好 但是 中央的資源配置本來就不公平了 對 他們是比較多的 我們這麼少 我們想要做的 這麼多的 我們弱勢又相對多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應該 在中央整體去考量齁 那至於在家照護 或是家庭照護 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原則跟方向 那我們會來建議中央 也會請立法委員提出來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簡報下一頁 好 下一頁 這我講過 下一頁 好 社長這個齁 沙士西義這個啊 這個我們傳統特別來的 我又沒什麼跟他領 不過那大隻的部分 我不跟他領 我是要跟你們講說 我們這部分 現在我們的沙士西義 它的數量其實已經 比我們家一線的人口還要多了 我們可能搞不好 有一天會被沙士西義給統治 這部分呢 我是要建議 我們農業處 因為 農業處 憲長你可以先坐下來 農業處 因為現在 除了多少錢 現在拿一個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三塊 過期是多少 現在是三塊 對啊 我說過期是二十塊 二十塊 二十塊 然後一直逐年這樣子 一直下降下降 可是那個繁殖的數量 是越來越多 我是希望說 我們這邊再給統治 歡迎一下 因為這樣子真的緩不濟集 補助的金額 一年比一年還少 他們根本連累 一月都一定降低了 但是呢 我們根據我們專業的調查報告 是說 你一年你消滅 要消滅30萬隻以上 它才可以達到一個 二指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再繼續跟地方進出 我有問過在地 是說 最多要五塊以上 才有補合成本 繼續努力好不好 好 議員這提議非常好 我們如果在今年的會議 你現在補助的速度 比不上繁殖的速度 他每個月都可以生出來 是啊 每個月都有新的 是 好 這部我來努力 好 請坐 好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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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 推文化觀光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水上 鄉長跟我們都非常重視 我們三個月 我們三界府的資源 是非常的多 我們境內 它有百年的古墓 岩絲奇墓園 百年的廟宇 百年的神像 百年的聚落 還有百年的土地公廟 這個簡報的部分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我的重點就是 好 下一頁 現在呢 我們苗圃的業務 其實跟禮物局 其實是差不多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 其實 我們以後的這個業務的部分 就是以後 想說要那個 苗圃的那個資材的部分 我們只是去跟禮物局 找就好了 那這部分 我們就不要去處理 這部分 每一年大概都要 還要再花兩百多萬 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之前 蔡逸宇 她當選立委之後 關於那個 行車事故 鑑定委會的部分 我有要求叫她簽出 然後三界府的 苗圃的部分 我也是建議說 直接看翻車是不是 都把它一致性 都把它委外 整個把三界府 打造成一個台灣的保存 這部分我也要請 我們的民政處 去做一個整體的一個規劃 前陣子也請鄉長 就是 邀請我們文化觀光局去到現場來看 這部分我想要請教我們的民政處長 我們這一個規劃 現在的進度是夠對嗎 跟議員報告 我們目前三界府這個苗圃 那其實我們經過三界府 我們是藉著這處 客家委員會的經費 我們有提一個 包括三界府本徵 跟我們那個燕燃場 就是目前那個 我們講下去 還在那裡做鑑定委員會的部分 跟三界府我們的苗圃 這三點我們把連責 成立一個案 一個做療癒休閒園區 那整個為什麼會用這個名稱 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過去 我們那裡有一間社安宮 過去這裡都客家人居住的比較多 那時候來呢 這有過暑記載 就是當初來 因為那時候的生活比較好 所以一些那個 像說小朋友 都會去請教這個寺廟 這個社安宮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這個行下去有炒 所以我們用這個 做一個故事 所以希望中來 這個三界府這些 我們來做這個 藥草的療癒園區 整個計畫我們已經 尤其是那裡 鑑定委員會的土地 我們也取得他同一 保養的同一書 這個中間當然 剛才官長 這個委員會到底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看他這樣 好像沒什麼放出來給我們 我但是他有關門來 這個時間 當年立委跟議員 都有關心 有時候 他會跟公農局 除了說 這個十月期 他有關門 統一我們保養 統一我們保養 這個案已經 有提到副委員 要把他進出 已經提出了是不是 對 要不然已經提到他 要不然 好 再來未來 就要跟我們 無法官局 這邊去做配合 那當然 準下來我們會 就這個整個案 去做一個 整體建設以後 之後我們再去經營 好 謝謝 請坐 把簡報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來 環保局長 我們現在嘉義縣的水肥業者 是 有幾家 六斤 六斤 六斤喔 對 自己有兩斤 沒有我們六斤 但是我們實質上 有在 活動的大概四斤 現在沒有活動 你敢知道 我們的水肥 一天大概有多少的量 我們退股大概五十斤左右 五十斤喔 你確定 對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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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股啦 我請我來走 你去你的科學那邊 他跟我講說 零 他說我們這邊就只有 只有通 沒有抽 對 產生量是零 然後清運 木前看起來 館的 清運業者 比較不容易 然後工會那邊提供給我的資料 水肥的資料 一天啊 是兩百 不是五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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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兩百 不過 沒關係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 他們現在沒有地方 可以去做 他們現在呢 就是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去做 所以就變成說 他如果說要去處理這些水肥的部分 他不是走去台中 就是要走去台南 對 那是沒有 要減少他的成本的話 他就是放在那裡的大牌 或是說我們的產品 這其實對我們地方是有大的影響 是 共會那邊他跟我提 他跟我建議 他說 我們家技館有三座污水處理廠 那我們的污水處理廠 我也問過了水利處 剛好也是因為我們的人口負成長 所以我們現在處理的量也沒那麼多 所以我現在是建議說 我們這個水肥的部分 其實本來就應該去面對 本來就應該去處理 不能處理嗎 謝謝黎明妍的關心 因為水肥的部分 當初我們這個三個廠 在設計的時候 它是生物氧化草 它基本上它的菌種是耗氧性的 那你黯淡進來的話 可能我的設備 如果我們現在也有跟環保局在談 就是說是不是找一個廠 比較適當的廠 可以增加這些設施 那目前評估起來就是說 那目前評估起來就是說 我的廠的話 如果說要吸蠟水肥的話 第一個 因為它水肥的東西 它是比較雜一點 它可能很多 很多雜物 所以你要增加很多道設備 包括 你整個包括脆解啦 藍污啦 還有 因為你那個氨蛋的樹 那個水肥的那個氨蛋的濃度比較高 可能進去以後 我的那個整個氧化草裡面的那個菌種會死掉 所以還要調整它的濃度的問題 那到最後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是耗氧性的那個生物氧化的系統 那氨蛋的處理是厭氧性的 可能後面在尾端它再加一套這個系統 然後它整個排放的那個標準 是符合環保水流標準 我們已經在跟環保水流在談了 我想啦 是這樣子啦 如果說有處理場 然後我們的業者不去 那就是業者的錯啦 是 那 但是根本就沒有處理場 讓業者去處理這一塊 然後現在我們政府反倒 還要業者自己想辦法 自己去找合法去處 簡直難如登天官逼民返 所以這部份我覺得你們去中心 官長你覺得這部份不應該好好去正式改館嗎 我們是污水下水道處理 進度很慢 我們最近才破零 那我們這個事情是一定要解決的 所以我們會再去研領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院長 建設處處長 處長 我們那個168外環島 目前的進度是怎樣 我看我們鄉長都睡不著 說充滿了變數 你還可以跟我說一下嗎 目前我們的新秀教育書 已經在10月14日 還算起我們的 政府體政書 一定會在11月找到 要召開這個真審會 做第二次的真審會會議來 來心意 我們請我們的副副處長以上 隨便去做水面 阿到底有什麼意見 經費都下來 有什麼還有意見 阿他們最主要叫我們保證 就是 簽對這個 他認為說這條路 是不是有開牆必要性 阿當然 有沒有必要性 是他們中央看一看就知道嗎 第一次的訴求 他們有聽過 這條路很清楚 這麼久這麼多年 是 這種就是說 這個必要性 是藉上我們 在補這個生活圈的計畫 包括我們這時候是管道 管道還沒回歸之前 由這個公共 他們來整個辦理的時候 其實公路局 他們早就已經把他拿到生活圈裡面來了 所以就在主管機關 他們的看法 包含我們的看法 都是人類有必要性 要需要開牆 需要性跟必要性 但是地政書 他們的看法 他們說 因為 他會說 為什麼我們不叫原路開牆 原路你自己也很清楚 原來原過去 是 又常常在發生車 對 所以他會認為說 你原路開牆 因為原路開牆 裡面原油的路 總共有一部分是公油田 所以他認為說 他把台藤也含包 是私油田 他說 這個政書私油田的民情 會比較小 如果你叫原路開 可以比較小 你如果先開牆 從外販委員來台藤 鼓鼓的踢下去的時候 他認為你的私油田的徵收不是最小 是此類的 這樣的一個意見的提出 所以造成我們在第一次的政審會議沒有過 但是我們已經 沒有過的那個時間點 請問一下 是在馬英九的時代 還是在蔡英文的時代 我跟原報告 是這個像我們這個案 在這個 804年的 接著 我們就已經 由財政處 承報土地徵收計畫書去 內政部審查 在 1804年的12年的青年 來政部就跟人家說 這個政策計畫書 要補正後 要來辦理 要辦理後 我們在 1805年的 1月20 把這個徵收計畫書 還送這個內政部審查 內政部在 1005年的三月二十 第二次 叫我們這個 跟這個土地徵收計畫書 要再來補正 所以 我們補正之後 所以你現在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徵收計畫書被駁回的時候 都是在 馬英九政府的時代 所以這次 11月9號 要再真審一次對不對 對 現場這個部分 可以請你再幫忙一下嗎 我們完全執政了 應該好好溝通 盡情去我們補費 現在這補費的理由 我們是一個苦民所苦的政府 啊 了解齁 我們已經有 跟那個 地政師那邊 這一次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啊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那當然齁 因為我覺得地政師 沒有了解這個 也沒有尊重 我們在地政府 跟 主辦單位 公路局的一個意見齁 自己也不下來看 就做這樣的結論 是非常不好 如果夠了 失敗 我們全部都要去 中間抗議 應該不至於到那個地步 我想這次他們應該會 我有信心齁 好 謝謝 報議員我再補充一下 不是博迴 他是叫我們再補充說明 所以 他不會把這個政策教師 還不會把我們拿給他 所以我們要再開 那他意見那你坐要做什麼 之前開花的時候 他都沒有來後面才有意見 他都沒有要聽 後面才有意見 他是現在對我們的政策教師 送去的來用的意見 他們沒有必要說 一定要到現場來看場 這部會員這麻煩您 又特別留意一下 我的質詢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好啊 現在來麻煩 很會 你們 有沒有 請 這樣 就是 我 您 有 什麼 用了一年的時間 這很敏感 敏感度很高 有人反對也有人贊成 贊成的都年輕人 反對的都那些老人家 什麼事 基地台 手機的基地台 會選擇 不知道 那些人 怎麼聽來 還不怎麼 經過這種 研研 設立基地台 會得 堅守 得愛證 其實 這個 科學家 都在研究 包括一個 有說 技台的 對 嚴重 不過我們這裡 就這樣 現在 有幾個問題 我們年輕人 現在 他 當中 還是保庭的 鎖定 手機 沒刷 年輕人 很瘋 政府 做什麼 基地 手機 都不會 沒辦法通 讓這年輕人的感覺 他 因 年輕人 出去 或是去 他要刷卡 有些地形 現在 手機很方便 因為 他要去買東西 APP一刷就OK 沒辦法 讓 我們的 沒辦法做到這裡 還有 第二 方面 我們的 一個 鞭片 沒辦法去 你去 跟他說 你這杯沒辦法 要怎麼樣 他們 聽不懂 所以很敏感 不然 要去調整 還是要去水浩 這個 這個 事情 有需要 政府 出面 去做什麼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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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些 老百姓 在這裡 反對的人 讓他們知道 這個手機 沒有問題 但是 現在 我一年以來 要兩年了 沒看到 政府 什麼 做的 都 放在宿舊裡 去 自生自媚 沒有 我們 覺得 怎麼 可以 叫 派人 去做 教育 的動作 去叫 政策 這個問題 這個 不會有問題 你說 這很困難 你可以去分析 我 有 教育 幾個禮 政策 教育 都是政策 和老人 統治 會 說 拜託 他們 政府 可以派人 去 立民台會 去做 算明 是不是 可以這樣做 那是 沒有 你說 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 你沒有去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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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海外海邊嘛 那都沒有信號 發生海蘭啊 什麼事 為什麼要求 為什麼要去處理 這有必啊 因為我們館政府這家 還是我們這家 在我們館裡面的人民 都是我們怎麼去保護去 所以 這點要去 特別注意 這是我對 基地台的 跨法 我 新田的基地台 我們可以 我可以幫助你來NCC 但是你們只要同意 來測試 你們同意我叫他來 政家說要中華啊 電信或是對我可以到三天 這管制服要叫管制服去 去說 這怎麼沒問題 管制服官員不會說這個 我們來找NCC的來處理 好不好 NCC處理啊 去找不著 找不著 找不著 你們地方 覺得我們這店 他來測試說 他用這店 有辦法對這個 公靈不錯 他要去切啦 他要去切啦 地方是 他就有人反對 有啊 怎麼反對就飛去啊 反對 我怕讓政府派人去跟他算命 派人去跟 算命這沒問題 這樣請你管制服官員 他要跟他說 有問題 要怎樣 所以說 管制服官員 沒有辦法 要這樣 不是說 NCC 這是一個 你處理的方式 不是說 你 去一定跟他講 你去 當時不能跟他講 當時不能跟他講 你這個沒有問題 你如果說那個 管制服官員 說那個理論 跟那個實體 讓他去了解 讓他自己去判斷 但你都不去跟他教育啊 你不去教育 他不知道他要 他不知道他要聽別人說 說這個得癌症嘛 是不是 這是這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 我們管制服官員 去年有行貴役的債務 我感覺 糟糕 來 財務 不是問題 啦 我說 你的糟糕怎麼不是問題 我們的觀念 說糟糕去開 是 不好的事情 不是這樣 糟糕去營 有時候是好事 所以你要 很涼 它這個錢是營在哪裡去 有時候 我們不要營 營在包下去 那也是 一種 可以拷勞的 譬如說 我們如果這個錢 直接 利息錢 這就是利息錢的問題 利息錢如果欠 我們有必要營嗎 沒有必要營 我們營在包下去 在包下去 可以賺10塊的 我們要營 我們要營一塊 這個就有問題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說 我們做生理 我說 我做人來 把生理做得更大 我挑一張利息錢 成本很低 這就不必要營 不然我把什麼錢 都要營掉 所以這要去衡量 跟做事的先後事事 優先 這樣來做 所以 行情不一定是好事 來做錢來營 搞不好是好事 這是一個觀念 好 還有第三個問題 說 我們的 法務官 有可能 比我們10塊沒有 有可能 全世界 法務官要賺錢 沒有幾間 都是政府在支持的 政府支持 法務官是 為了另外的一個目的 譬如說 教養 要有文化的處理 所以 那都要花錢 那沒有在賺錢 沒有人說 沒有人說 為了要做文化 要做法務官 去賺錢 很多很多 但是 我們 我們去 讓人家用VOT 我說 那一定是了解的 法務官的 要設一個法務官的 也說 你那間工廠 有法務官可以 維持下去 這法務官是 因為有這個東西 我們才來設這個法務官 這樣是對的 不是說 沒有東西 要先做這個法務官 那一般 都 沒辦法 因為你沒有東西 你沒有那個內容 沒有內容 你老百姓這幹嘛 這是第二點 你們補武官 不一定 是 不了解 你用VOT 人 什麼人 他說 工具 是 賺錢 我幫你用VOT 我是要賺錢 但是 有可能 全世界的法務官 要賺錢 很多很多 他有其他的看法 其他的 價位什麼 我沒有說 但是 要賺錢 因為要去法務官來賺錢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管路來要做 這個事情 是不是要有經過 烤瓶 去做瓶 瓶 改行賺的行賺 沒有改行賺的 就沒關係 不是說一定 我們要去行賺 這樣表情說 很厲害 沒有厲害 要賺錢 來賺的人 是比較厲害 是不是 議長你說得對不對 哈哈 因為你做成你的方法 我們政府 不能賺錢 我們剛才開發 可以賺錢而已 其實 我們不能賺錢 你說這樣有利 對啦 對啦 我們不要去行賺 用這裡來 錢 我們做不夠的 喔 我是怎麼說這樣 他說 我們如果要請財經 他說 管路說 沒有錢啊 欸 這個 我們應該 我是覺得 管路 我們這個政治要做 也要用一點 要做行李的方式 這樣 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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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這條大路都沒有錢 我們以前 我們民國 六七十年沒有錢的時候 都去外國做錢 來做行李的 對不對 我說 你做錢啊 不可以啊 你做錢來做行李 這樣不可以啊 這樣欠人錢啊 對嗎 覺得這是要苦惱的 不要說 有什麼錢 如果 他做的事情 你要去做 我感覺是這樣啦 我看法是這樣啦 不知道 管路的 的苦惡是 對 我 沒了解 他說 你要錢一直行 但你 管路的苦惡是 我們有錢在著上限 所以說 他怕財政去下 所以說他低減來行 對 對 對 我覺得 政府的那個 欠錢 財政去下 他的理想來判斷 你說 我做 這 政府的那個 財政去 他的理想來判斷 你說 這經驗啦 他走啦 這樣 他說 這個 這不是 這樣 來 評論這個 台 好 我們再說 這樣對不對 議長 和郭議員 李宗先生 他 蔡議員 你把 指導的 有關 糟糕的問題 我們糟糕 一般人的 商業的 都是要看 幹幹原理 就是你糟糕 有辦法 創造更大的效益 這樣就是一定合理的 但是 公布問啦 公布問的問題 是糟糕 如果 你要糟糕 來建設 當然 這有擴張 那個 我們 反應的意義 所以這是 我們 特別的 包括 我們的 大部 包括 我們的 中正大學 跟 我們 第一 都沒有錢 所以 先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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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 有辦法 出租 當然 這個 負責要行 至於 公布問的問題 我們一般的 開銷 當然 政府 公共財法 有定一個 上限 當然 你如果 建設是好的 但是 一般開銷 這樣造成 我們的 利息的負擔 跟財政的 就算 所以 政政部 也有定制的規範 就是我們不能 超過一個上限 如果超過一個上限 就我們的 調度 薪水發不出 所以 苗栗的問題 就是 大概是這樣 我們的 官員 採取 比較穩健 就是說 我們的 調度 我們的 工程化 我們的 薪水 要入居立法 其他 社會福利 也是要辦 於這個 環節來 做那個 債務的控制 李松伯伍 好 謝謝 謝謝 這是 有 個人的 理論上的 看法 不一樣 你 在 美國 雷根 的時候 以前 有 一個 經濟 經濟 學的理論 公子 學派 公子 學派 那時候 你採用公子 學派 來 做錢 所以 不是說 政府 規定這樣 我們 不好 我們要改 我覺得 不適合 不適合 我們也要去處理 改好 我覺得 法律 是這樣 所以 比較 我們要 那些 不可以 握 很豪耀 去 有彈性 只要處理 很多問題 就是因為 那些法律 太僵硬 沒有 改進 這是 有必要 裏面 稍微改 一下 再來 我們 路邊的 草 以前 我們管務 內容 都很困難 去掛草 現在 讓那些 鄉頂所 去做 他都沒有 照準時 在用 他可能 請人 也不方便 還有 有 多久 我來給你掛 你 快點 火水特別多 你火水多 要炒 翻了 很快 很快 你 一禮拜 十天沒掛 炒了很多 炒了 就大了 很多 這問題 是 他沒有要掛的地方 都是 在 比較偏僻 整個地方 更 老闆 小孩 都駕駛 駕駛 駕駛 你趕駛去 沒有掛 他現在去 晚上 還是 把那些車 拉到 就出車好了 因為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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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小孩 他要上課 他駕駛 駕駛 騎駕駛 我覺得 應該 管夫 建議管夫 跟那些 鄉頂所說 一下 越駕駛 駕駛 越來越過 你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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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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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 有兩三個 還有看 有個問題 景象 很好玩的話 這個意思 現在你帶人以為要開花了 一個棋 棋二十幾個人 閃閃閃閃閃 你叫人去看 看得到嗎 沒辦法 這樣 這是有 是不是 普通時你來看 不是 我要開花了 你看 本來是一兩個在看 現在做一個棋 二十三個去那 哇 一下子就 穿一機了 穿一個臉臉 這是不是 心態很奇怪 議長 你說是不是這樣 這沒什麼管 來 來 來 跟這組 來 主席 頂議長 各位議員 路樹 神師 我們每天記者 朋友 大家早安 感謝我們創新店議員 對我們的管道 和向著這個鹿農的關心 因為我們的管道是從一百近年度到回歸 前前一百坑四年是由國防局來管理 他們有管理了關係關係 所以他們有一定的規定和平衣在掛 所以我們跟他說 管理為何就比較好 在今年回歸之後 他們記得我們家的 這個道路管理組織條例 這個鹿農的管理是由豐頂市公訴 所以我們在當時在九年在變近年以前 就議記這個方式去辦 我們議記他們的這個 路的看 道路有分隔道沒有分隔道 一邊還是兩邊 這個方式去美公立看多少錢去補助公訴來為 但是可能這個公訴也是他們去製辦 第一天辦 所以他們辦了也不太好 人家說錢第一 補料不夠 第二呢 人家說這個分鎖 以前說的就是幾關都發包 所以素量大 所以包裝來表現比較好 我們現在從美公訴美公訴去用的時候 錢分鎖起來就比較少 所以他們在發包也比較有困難 所以掛了那個頻率和那個維護度 就比較不太好 不過管政府因為第一年 明年開始我們今年以前已經調等了 管道的部分 全部由我們管府收費來辦理 而且我們用這個平信的方式 我們就沒有用最低標去政標方式 拚標的結果呢 我們在指揮這裡像上的 也比較不太適合這個指揮啦 所以我們也有發包設計 設計和感作的部分 我們的意見說 這手要不要收 這個草要不要掛 它的規定如何 它的頻率 看多久要掛一次 所以我相信我們每年 在這個管道的 那個線道路能維護的部分 一定比近年會結合很多 另外剛才議員說的是 為什麼朋友是要不要掛 然後呢 議會到自己 在這個 很趕快去處理 這是這樣 因為我們讓公所委託來辦的時候 他們沒有掛 啊 議員來反應的時候 因為我另外一票 自動性的 管府自己發報一票 因為怕公所 他也是太過待度 太過等 所以我們自動性 哪有隊有需要 反應的 公所 如果他的時間上 配合上 如果不會有的 我們會由我們的手上 激動的去 支援這一塊 所以 會有 讓議員申請說 今天 議會到達到 只要掛很快 其實不是 如果我反應 我們都會協調公所 他不用去掛 時間上哪會有的 我們會讓公所 去掛 如果真的太過等 我們就由我們的 手上激動去掛 以上一個報告 好 謝謝 謝謝 還有一個問題 鄉親 反應說 他這個社區發電 他已經改選了 任何 他 他 董選政書 還不知道一對 這 這 太久了 對啊 這樣 社區發電 沒有 他改選了 工人 沒有法政書 沒有法政書 來來 那不是民政書 對嗎 是對 社會局 社會局 這樣會這樣 社會局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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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王宿吧 你不是發... 丁王宿去發的 沒有 他協會的證書是用我們這邊來發放的 是管府發的嗎 對啦 管政府發吧 對 那這波子我回 我再查一下看這個進度 好 麻煩你查一下 那個新民理 他說他們 政書還沒拿拿 我很疼快 好 我今天交一下謝謝 待會兒 你時間上 站在那邊 有中的時間站在那邊去做 來啦 你們的時間 沒有啦 你的時間要做到11點20 11點20 好 管長 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治水方案 中央的這個經費 我們是都要怎麼去運用 還是說我們 我們都有什麼 程序去排定嗎 中央它是 總和治理計畫 那我們都要報 我們要治理哪一段 它是一個整體的計畫 然後它送到中央以後 它會到水歸鎖 再去審核 看這個 這是我們管路這邊有排定的優先順序還是 我們有排啊 我們有排 但是我們排 加油九大系統都是從海賓做到裡面去 山區去 所以我們過期就是對 架 北江區的系統 梁宮區 頂頂內田排水 一直到面頂 戶子溪 六角排水 剛才在說的蛤蜊蜊 現在再來往北部去 比那頭排水 我們全部 就是都 經費 總和自己 就是從海邊做進去 管長 有些自學 有可能有比較急迫性的 這是優先處理 這個另外一個考量的問題是 它會牽涉到土地增收的問題 所以也會從土地增收的難易去做調整這樣 但是 經體計畫 沒有分什麼 董牌 就是都這樣 沒有什麼褲蜊 就是整條 在水再分董牌 沒有 都沒有 那事情就 我們說實在大家都 質疑身上就很大 我是說 我要幫你提醒一下 我這兩年的時間 把我們主理所建議兩項 當然 村長是都跟我說 他們都很精心 當然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 有做 但是呢 我是覺得我們這個優先順序 我們要 要有一個 一個標準 因為 一些更序性的工程 還是說 因為災害來產生的 這個損害 這種是不是我們要優先 當然我們有一些新的要先做 但是這兩項 我覺得 你不可以說 這要做的工作 我就分五檔 我們就做兩檔 把它擋 或是說 越分越久 本來五百 來幾乎兩百 還是你再來 反而存一百 要做一些東西那些 海棄的部分 沒有做 你現在做新的 同樣 財產也同樣做成 我們大概優先次序 都會根據我們所有的資源 去做分配 那考量的也是 能夠延續性最好 但是沒有任務 都做 建議兩位所在 這已經是兩檔 來明年算第三檔的工作 我是覺得說 這檔工作 小經營 不可以繼續這樣拆下去 第一 就是 來到這位大廈 這處長 都非常了解 去年 有五百萬的整治 今年存兩百萬 那存不多少 我是覺得 明年 做就要做好完成 這個我是不是請 那個水域市長先回來 沒關係 這處長他都很清楚 我是要跟你建議 讓你知道說 這件工作 處長沒關係 我知道你很清楚 這個大廈很大 的部分 今年存兩百 對不對 那天我幫你請教 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 定明年 這經過考評 其實也沒有說 我們當然是延續去沒有錯 但是你一段一段做去 你做到賣的時候 委員來看 你才有比較 人口蟲蜜區 還是保護標的 你如果看出都慘的話 那個順序會排到後面去 我是覺得你怎麼清楚 因為 你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要做幾檔 我不知道 一條 這 第一檔五百 第二檔兩百 第三檔 這兩百萬 我看 現在做不到50米 做到一點也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會綜合評估 對經過 對經過的這個治水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意義 現在就是說 抵制的意思 我們一年才多少錢 中央也是肯定的 你每條都要一直做 事實上是很難 那麼多 所以我們會綜合評估 現在再來那個大 是不是有很多人大 阿 有限了 我你說這是存不太多 我是讓你們知道 我們要評估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限的資源 不可以 做出來做出來 治水功能完全沒有 這樣也是 這個有評審委員在看 他也會看看你的效益在哪裡 因為以外的主管 要全部做實在是有困難 所以我們會去評估 那議員的意見 我們會慎重考慮 這第二項就是這個 這個南京大牌上有 那個處長也知道 那個已經 孫海兩年了 已經 差不多五、六十米等而已 結果已經都去影響到農民的這個 這個活力了 那一站 我是覺得 你也是要特別注意 我們再請水利署 再去 我們一定會努力 你不是要按照 你也要照 好 來 感謝我們新年議員 議長各位動議 我請教一下 我們在座的局處首長 我請問大家 你們自己家裡面 有養寵物 有養毛小孩的 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做個調查 舉手 請舉手 我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我們的教育處長 我們的行政處長 還有我們的消防局長 這邊都沒有嗎 好 還有我們的建設處長 好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現在的 我們現在的這個毛小孩 已經漸漸的成為很多人 就是等同於這個家人 這個家庭的伴侶 都像家人一樣的感情 那我想請問說 像 如果說像教育處的處長 如果你家的毛小孩 真的有一天 發生就是說 他的這個年齡到了 這個生命週期到了 那不幸離開我們 你會怎麼處理 謝謝大家 台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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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同理心 我想我們會順重其事 如果有一天來順重其事 所謂順重其事是怎麼處理 我會有尊重其事 好 那個 處長 謝謝你的慎重其事 來我們的行政處長 請問一下 如果真的遭遇這個問題 你會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大會主席 大會主席 大會主席議長 感謝議員對於毛小孩的關心 那我覺得 我目前 大概六七年還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那假如說 有一天有遇到這個問題 我也是妥善處理 那目前我們的左臨 又是我們的朋友 大概的處理方式 他們大概就是也是 完了以後 他們就是 供奉在他們的那個寧固坦 上面有個動物的一個靈位 好 這麼先進 據我所知的 我的朋友是這個樣子的處理方式 謝謝 好 謝謝處長 那我們再請那個消防局長 大概啦 我那個是有兩公斤的雞娃娃 對對對 我家跟你養的一樣的 我們會跟那個總務醫院去協調 對 總務醫院 OK 好 那可見 這個問題 好像還是一個蠻模糊 蠻困難的問題 我們台灣有幾位說 死狗放水樓 死鳥吊手頭 這是過去我們這個算說 名字比較 對這個生命的尊重態度還不夠 然後名字比較不發達的時候 的一種處置方式 當然現在礙於環保 公共衛生的這個考慮 我們是不能這樣子做 那我現在想要強調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毛小孩 已經變成我們現在家 很多人家庭的一份子 而且也是 就是幾乎都等同於親了一樣 甚至有些人 他們不生小孩 那就真的就把毛小孩 當作是他們自己的小孩一樣 那可是人總是有旦夕獲福 動物也有這個不測風雲 那所以這個每個人生命都會遇到這個 終有一天要離開的時候 那這個問題產生的時候就變成說 每個人的處理方式不一樣 那現在也似乎我們現在整個 國內也很少欠缺一套這個處理制度 有的人可能是說交給動物醫院處理 那當然我們知道動物醫院就是 也是送去焚化 那有沒有真的就是有的人 有沒有再把那個骨灰再收回來 在家裡供奉或怎麼樣 這個都是有一些制度上 可能就是要去解決的問題 那我現在在想要請問就是說 如果動物不幸過世或者說意外死亡 我們現在是屬於誰 哪一個局處在管理呢 我們先請問一下那個 我們的農業處好了 那個農業處好像只管活著動物嘛 那已經死亡了 其實農業處也很想只管經濟動物 對對經濟動物嘛 而且是活著嘛對不對 目前還是在我們房治所 這邊在業館 但是也是活著的嘛 對不過剛剛議員提問的 其實我相信是現代人很多人會關心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的寵物醫院 現在已經他升格到叫做伴侶動物 就如同醫院級的 他已經是家人的一份子 他只差沒有身份證而已 在感情上他已經常常是家庭 甚至是伴侶 那現在處理我們也聽到很多動物醫院 甚至有你如果很在意的 其實我們現在都已經看到他有寵物的禮儀 甚至葬禮 甚至也有貓狗的靈骨塔 我們都有看到 謝謝處長 那我再請問一下衛生局長 這個如果他不是拿來做食用的話 那也不是你們管理的嘛 是嗎 動物要被當作食品才是你們管理的嘛 食品而且是要上架販賣的 是啊是啊 所以這個可見這個應該是跟你比較沒有關聯 那我們環保局長呢 如果他被當作廢棄物才是屬於你們管理的嘛 對那個環保局長做過解釋 如果客觀上那個市主是很悲傷 然後有舉行一定的祭祀的那種不是廢棄物 那就不是 那如果他沒辦法自行處理或委託動物醫院處理 請清潔隊處理你們會依照廢棄物的方式處理 會依照廢棄物 不過我們有一個標準 那就是把他丟到我們的鹿草焚化爐一起燒一燒 然後 我們是建議他要打包好 對 之後送給清潔隊去處理 是的 一般都是送到焚化廠 沒有錯 好 謝謝 如果很大隻的當然不是啦 好 那你有那個就不是 謝謝局長 那我們再請民政處長 這個如果說有殯葬的需求 因為他不是屬於人嘛對不對 所以好像也不是你所俠管的業務吧 對 目前 目前是嘛 所以我要強調就是說 這個 目前這個 確實是很多民眾的一個共同的問題 也是一個共同的困擾 好 那我們公部門是不是有辦法 我在這裡就是建議說 是不是 我們有辦法來推動一個就是 寵物 就是犬貓 或者說寵物的生命的紀念園區 好 然後可以就是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寵物專用的 焚化爐 好 活化爐 然後有一個納骨塔 然後甚至像現在我在那個中午的那個 中普的那個示範公墓 它有樹葬 有花葬 就是葬在這個樹下 那其實也是很環保回歸自然的一種方式 那我是建議說 是不是我們這邊 其實 因為我們 動物基金防治所是農業處管的 我覺得應該還是 比較歸屬於農業處的業務 那請農業處這邊可以來妥善來規劃 這個看有沒有找到合適的地點 因為我想這個應該跟 就是所謂的零幣設施 應該比較不會那麼引起 只要地點選擇妥善的話 然後我們做好規劃的話 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我們也許有辦法可以 就是創立一個全國首創由公部門來推動的 甚至到時候如果說我們管理能力比較不足 甚至可以OT 就是給民間來處理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處長有沒有什麼想法 感謝議員這個部分提問 我想我們還是會向相關的協會 朝向議員提示的 就朝向動物的生命園區的設立來進行 OK 那我希望處這邊 縣長 我想再請問一下縣長 有沒有贊同這個想法呢 對於這個尊重生命 愛護動物 包括他這個生命結束之後的這個禮儀 或是說一個生命教育園區 我們來盡力來演繹推動 我都很認同這種尊重生命 愛護動物 這一個精神 那我們再來研究吧 好 謝謝縣長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各位 好 我們郭芳宇議員 以用書評的接策 我們今天會到 到此結束 來 好 謝謝 您 來吧 我們會的